第四節 這位作者雖然他過身 但網上有很多相關資料找到他 他的經驗是這樣的 除了剛才我們說 他慢慢查查的時候 他發現有人冒充他 去調查UFO的事件 近乎我們所說的《Man in Black》 同時他收到很多電話 這些電話最初是沒有聲音的 純粹是音頻的 這個橋段在電影中也有出現過 Racher Gere的主角 他收到電話 他錄了一段影片 回去找電腦的分析 但因為那個時代錯誤了 他這個紀錄的時代是60年代末期 沒有電腦的分析 那個電影就搬到90年代的時候 即是已經有無線電話 有互聯網的時候 他就拿回這個 所謂Clip 然後給一個所謂的《Sound Engineer》 做分析 那《Sound Engineer》 這個不是人化的聲音 即是用聲頻去找出 這是電腦做出來的效果 他自己在60年代 調查的時候 就開始收到這些聲音 就開始有人 在電話跟他說話 但說了一些 他都不理解到的事情 他聽了呼吸聲的時候 他錄下了 我不知為什麼他會收到這麼長時間 可以讓他用一個電話錄音的 都可以的 你60年代 因為那些都是故網電話 那些可以做到這個 尤其可能他都是一個專業的作家 玩記者那些 都有這種設備的 那他那個經驗 他到尾都解釋不到的 但他提出了《White Noise》 《White Noise》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提出 但是這個 我們一直都沒有去開一個題目 去說《White Noise》 《White Noise》 是不止這件事 不止 還有呢 新聞機那些都 不是 還有一件事 更令人害怕 是好像死了人 死了的 已經過了新人 但還有給某人 這個 好像電話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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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電話 在這個戲方面 那個劇 should work 所以也有聯絡過 因為抵達 它本身是一個加拿大的公司 他說得到現在 手機有沒有收到這個 是有的 這樣 64 這是午夜空0 ぶ Gulf 為什麼要不說午夜空0 就說海關就有些東西 離電話 都是這些 對不對 你會看到這個在電訊網絡中的神秘事件 有時你也會檢查到跟你聯絡 你收到一個好像跟你在對話的電話 因為用電話的媒體 但你用一種直覺都會發現跟你溝通的人根本不是人 這是最關鍵的 他經常說這個人不是人 他說話是人 但這個人不是人 這是最過癮的 因為在研究的人員裡 一直以來都有幾十年的追查 已經在電話發明後 和普及後 有很多時候 大家有時候會聽到電話 會發覺那個電話 是不知道在哪裡 你追查不到 在哪裡 但有時候他會跟你溝通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 跟你溝通的人 你都懷疑他究竟 是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是他發聲來跟你溝通 這種情況 比如說第二階段 會不會有些已經死去的人 那些就是在新聞機裡面 另一個叫做 新聞機Radio的媒體 裡面那裡 常常發生這些事件 就是你在那個聲頻 有時候有些人 有些人是有心 想跟他自己認識的 那些已經死去的朋友 或者親人 接觸的時候 他都會用一個聲頻的頻率 去追查他的聲音 而且是有人來找到 真的跟他自己熟悉的人 去溝通 只不過你會知道 跟你剛剛面對聲對聲溝通的那個人 他可能已經死了很久 但你是認得到 是他的聲音 還有他講到一些東西 理論上是其他人 認證到 所以超越了時空的 他也有說這個問題 有些人收到電話之後 那些是滋擾 就改電話 電話簿沒有list 但電話就跟著他們 這個有兩樣東西 簡單來說 因為這個牽涉到一個很大的課題 其實我們都找到很多 那些追查的資料 當然沒有一個確實的 很完善的 來告訴大家 不過是一個很關鍵 第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的 比如我們在加拿大的 電影界的朋友 他們有很完善的 這些研究 就出了很多一系列的 那些 他就說到 這些媒體 電話 和 radio 裡面 那裡 你可以掌握到 用這種媒體 你可以超越到時空 用聲頻 你和一些 跟你不同時間的人 溝通得到 這些東西已經證實了 有這個可能 第二件事 就是現在的 controlling 那兩夫婦 他們那家人 所掌握的 那些資料 他們都會提及 因為他們是捉鬼的 很多時候 在一個聲頻裡面 你會有時候 接收到 或者電話 接收到一些聲音 或者新聞機 傳達一些聲音出來 那種意識 他分分鐘 他真的想跟你溝通 不過 他沒有具備一個人的身體 所以他就直接 就這樣 在音頻 來找個辦法 去和你接觸 那他說 你這件事 第一 當你有這種經驗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個可能 就是 我們所謂的那種魔鬼 尤其是 最惡的那些 他是從來未曾有過 一個叫做 生物的體驗的 那些魔鬼 好像Pazuzu那些一樣 那些很遠古 很巨型的魔鬼 但是他們有辦法 利用現在新的 這些科技的傳媒 可以和你溝通 但是兩樣東西 不相通的 例如說 這些古代的神話人物 就算他真的存在 他怎麼懂得去操控現代科技呢 但是他最有特別的那些東西 就是說 他有意識 會和你溝通 但是這種意識 有時候他多數都會 會有一個system 就是你有興趣和他接觸 那他就用一個渠道 是和你接觸 只要你有興趣 你就落到他國 那他如何 他為什麼 利用到這個 這麼新的科技 和你溝通呢 那這個就是後話了 我們就要想一下 或者我們要追查一下 這些科技是怎麼來的 是嗎 是 剛才 這個 現在大家背後看到的 就是 這位朋友 他記錄 他看到外星人 這位朋友 就是他描繪 就是看到外星人 那樣的 這個作者 John Q 他怎麼看這個事件 或者這部 他覺得 其實大家是有理由 相信他們看到還國 這不是真事 因為後面的內容 跟著是很荒唐 那一個例子 譬如說 這位朋友 他突然駕車 看到一個飛碟 事後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 他被邀請到飛船 在裡面 非常普通 以及飛船 開了他 這個外星人的星球 去看過 那個星球 很和平 所有人都不穿衣 這位地球人 被要求 做一個實驗 他是男人 不過 要做到他大土 當然這些東西沒有下文 但不用怕 大家可以看他的書 說這些 連這個作者 覺得 譬如說 有些人見到一隻翼龍 或者這些東西 包括這些 他覺得 這些東西 應該不是真實的東西 但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中一個 他用了一個詞 我覺得大家可以記住 因為我這裡說 有ET Extrateresal 他提出另一個 概念 叫Ultrateresal 他說這些東西 其實 一直 都在我們的地球上面 其中一個可以解釋的 就是 這些東西 我們是某一些另外的力量 他做了一些幻覺給我們 令到我們出現了一些這樣的反應 所以其中一件事 就是 看到這些人 通常有一個共通的事後紀錄 就是失憶 這個戲裡面 所謂失憶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事件出現的前後 通常一段時間是unaccounted for 是 斷了片 斷了片 有些人就會透過催眠的過程 重現 但是 重現出來 以一個正常人的角度 這些是 不可以 難以置信的 例如這個人 他上了一個星球 這個星球的人 還很漂亮 然後過不穿衣服 很明顯這些 就是 不是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東西 是 就是 用一言蓋之 就是用幻覺 但是這個幻覺本身 不是這些人本身 自己出現的幻覺 是有些另外的力量 令到他出現了這個幻覺 是 因為 這個 這個 很多時候 就是在那個 叫Fate Depot裡面 有些星人的意識 他就 不是在我們這個物質的 那個宇宙的 那個界面 不過 他不是說 Far far away 是重疊 重疊 所以這個就解釋了 這個就是最關鍵的 現在很多人都理解 都是有這些 他就用這個方法理解 例如 為什麼這些人 會突然間見到的逆龍呢 可能 這個逆龍 就不在我們現在這個時空出現 是 他可能是說 幾億年前有這個東西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是可以這個時間 你是會看到 在那個 時空裡面的東西 明白 我的理解 都是得過理解 做不到的 是不難的 因為 跟你溝通的那個 那個意識 他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有這種 這樣的 明白 逆龍 你的名字 可以說出來 形象 在你的記憶裡面 有 他找到這個東西出來 他就 跟你說 給你看 逆龍 你看到之後 是否真 他告訴你 真實的 背後 那個information 反而是最重要 這個 又是很荒謬的 大家會覺得 是很荒謬的 他是不是真的 看到逆龍呢 這個 就是 告訴你 你在你的眼 那個觀感裡面 那裡 原來的一個通道 是不單止 在那裡 看見現實的東西 就是為之真 你的眼觀裡面 你還有一個通道 可以看得更加深密些 幻覺裡面 就是 你如果看到逆龍 它是一個information 是告訴你 那 如果你記得 我們在幾個月以前 我們就做過一個 中間全部的檔案 這個就是 當時就是 所謂的搖示 是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這個作者 沒有用這個 綜合你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所謂搖示這個能力 有時候是無端端 你自己會有 是 這個就解釋到 為什麼突然間 你會看到一些 理論上 沒有可能 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東西 是的 還有我們會有一個 文字上的一種謬誤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說 你找到這些資料 我們中文叫做情報 但情報的英文應該怎麼說呢 是 但是很多人就把這個 和這個資料 混亂了 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你知道嗎 Intelligence 和information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情報呢 就是有人的 那個 記憶 整理之後 他說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人 他就是有 有情的回報 所以這個就是情報 他跟一般的資料 是有分別的 因為有些資料 你應該去到最簡單 最單純的時候 就只是information 來的 純正的資料 這個就是 Intelligence 裡面 第二步 就是要經過處理 然後 你才會知道 裡面的實相 是說什麼 整個FBI 或者中央情報局 他做的事情 就是收集到情報 然後就把它整理 然後 找到真實的information 這些過程 我覺得很多聽眾朋友 那時候 就都會把它變成一般的看法 沒有 沒有把一個情報 或者資料 或者Intelligence 和這個information 都把它釐清 就會有這種 混亂了的情況出來 是啊 有些簡單的資料 你可以在這裡 講完 這個人 就是駕駛車 見到飛船 請他上去 跟著這個星球 他現在出了一本書 就是後面這本書 Visitor from Lan noodles My contact with injured code 我相信這本書不容易找 但可能在網上有一個PDF版 我們不知道 因為不夠時間 我剩下幾分鐘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一直都沒有時間去講 就是 所有的 cattle mutilation 就是 這裡有一部分 例如看到鵝鰻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動物 特別是狗隻 會出現異常的狀態 然後西亞中 西亞中 西亞中 沒有多久發現 牠的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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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見了一些東西 但牠的絲 通常都不是人想要的東西 OK 接著在其他地方 差不多是同一個位置 連續出現 在一個時期 大概都是同一個時段 是出現了這些所謂的馬匹 在牧殘馬匹 是離奇死亡事件 那個死亡 就很特別的 它不是一般的 說被人割了 它是好像一個 即是被Laser切割的 即是手術式的屠殺 以及沒有血 血 而且死亡的地方 你不見到有人 或者其他東西走過去 那些屍體遺漏出來 變成了很大單 很多地方都有這個 在這個時間 發生的地區 亦都出現了所謂UFO的問題 是 這些又是經典的 所謂UFO 美國UFO的劇本 是 因為由四七年到 現在告訴你 根本是有很多這些資料 而這些資料 現在已經開始變成 週年紀念 隔了這麼多年 跟大家說 你不要忘記 這件事 你現在是要 揭衷的時期 但是 那個問題 就是政府不想查 即是沒有什麼動力去查這些 不過我們找回FBI 他現在出的黨外 實際上太多 我覺得 那些裡面 我覺得 找到這個外人的事件 可能都會有這個 有這個部分 在那裡 那這個 你上FBI的檔案 對 因為現在他的檔案 都上了網 對 那會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對 很多資訊 我們現在 到節目尾聲 我們都嘗試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這個 我人的出現 我給我一個答案 我覺得沒有這個人出現 那個是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力量 用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方法 去令到人 有這種幻覺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知道阿幾道 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覺得 就真的是 你說這個世界 真的有這些 這麼威懇的事 不是 那個俄人 他只是一個顯相 就做出來 他基本上 是一種叫超智的一種生物 好像X-Man 你當他是 他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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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不夠 因為我相信 因為這件事件 為什麼會這麼大顯然 因為他裡面 有很多確實的證據 而這個證據 我們是 不能夠用我們現在的邏輯 或者我們的科學 那裡 解釋得很完善 但是 information 就是在這裡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俄人是善意 還是惡意 我覺得是善意 他告訴你 有一個 預兆 有一個 精兆 可能 或者不應該說出來 但是他們用一句 方式 立即顯現給你看 讓人們接收 這個information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 這本書的作者 他很用心的 標題 他不是用morphman 他是用morphman prophecies 大家記住 這個 這個不是單數 所以大家 如果以後再聽到 就是 某個地方 他看到這些 那麼旺旺的事情 大家就應該 保守一點 給資質 立刻 不要去 不過聽到 沒有什麼問題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免得 這些工作人員 準備一下節目 太過匆忙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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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